看看这个汗粗的 要不是这个帽子 我得黑成啥呀 骑车的时候把这个弄上来 哇 太热了 现在是晚上的7点20分 从5点钟到现在 我已经骑了快30公里了 我路过了一片不知道是什么地 反正是龙作物 它每个 为啥弄了这么多灯啊 看一下放大 看不看得清重的啥 看得清吗 你看 一米娃娃灯 一大片都是 那边也是 挺漂亮的 有谁知道这个 整这个灯干嘛的 准备继续出发 距离今天的目的地 还有 20多公里 28公里 不知道 估计今天晚上到不了了 现在是晚上的9点钟 我们还在骑行 微风音乐 一点都不复乏 现在是晚上的11点半 我刚刚在找露营地 现在在海花岛 这是二岛吧 然后这里面应该是个新开发的小区 雇住率极低 我在一楼的 他们一楼我不知道是在做商铺还是做什么 找到了一个空的房子 我现在跟忙碌满进去扎营 不过还好 这边 在房子里边 明天早上不会被热气 今天晚上准备在里面扎营了 这边是梅咱们就空车子 这里是四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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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厚乎的 这里是厚乎的 这个厚乎的 后厚乎的 这个厚乎的 这是厚乎的 这里是厚乎的 由于我跟王温暖开着直播 然后呢 有粉丝看到了 跑过来找我们了 叫我们去他家里住 我的帽子呢 然后现在要走了 到了大哥的家 房子好大哟 这三十一斤 这边是吧 王温暖你家富贵 再喝水 刚刚洗了头洗了澡 哇这次 今天是提醒了第四天了 一天宾馆都没有入 完了之后 被人收留了两天 搭了两天帐篷 这个运气真的是爆补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好了休息了